我毫不掩饰地坦白,这不是你上次说已经还清了恩情吗?我只是想让你看看她的真面目。 顺便,呃,拉拉同情分,不过看起来好像失败了。 我双手搅动着裙摆,有些懊恼,早知道刚才也学着西启文假装白脸了。 在我的策略里,陈秋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 若无她的元首,我的报复计划难以施行,因此吸引她的支持成为我必须做的事。 首要之物是让她从内心深处对我重新评估,避免她将我所做的一切归功于苏家阳。 她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眼中闪烁着我难以解读的复杂情感,那我之前所付出的,难道就全部白费了吗? 我一时间语色。 显然,她并非苏家阳那般易于被操纵。 她递给我一份文件,说话的语调透着一股随意,过目一下吧,机智的小姐。 那是一份关于鲍鱼蛋黄一米羹成分的分析报告。 之前我收集了倒调的剩菜,交给了陈秋进行检验,没想到竟然有所发现。 绿丙琴,利培铜,这些都是能引起情绪波动的药物。 想起我流产的那个早晨,她为我准备的军箍虾仁舟,估计也添加了这些药物。 那天路上密集的车流,看来也是她安排的。 密集的车流导致我的烦躁,她便乘机上演了一场戏。 我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 她沉思着,我原以为你只是想给他们一个教训,现在看来,你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没错,我早就有所怀疑。 异常增多的车流,刺耳的汽车喇叭声,轻易就能推倒得脆弱身体。 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一个可能性,那就是某人精心策划了一场意外。 但我需要的是证据,一份能彻底击垮她的证据。 因此我保持冷静,慢慢施压,目的就是为了逼迫她。 在过去几天的忍耐之后,所有人似乎都认为我只是心情有些沉重。 尽管苏家阳可能存有疑虑,但她因为我表现出的态度而放松了警惕,并重复了她的老套路。 正是这一点,让我有机会发现了她的破绽。 当然,我追求的不仅仅是这些。 我已经掌握了最关键的证据,我相信,从现在起,她们的日子将不会再好过。 陈秋,跟我合作吧。 我轻轻地拨弄着头发,直视她的双眼,仿佛重新找回了曾经那个稚气昂扬的自己。 我保证,你的付出不会白费。 当我走向门口时,我听到陈秋轻声笑了一下,真有趣。 苏家阳的丑闻被揭露后,她的公司股价一夜之间急剧下跌。 当陈秋得知是我传播了这一消息时,略微感到惊讶。 我原以为你会压制这件事,毕竟一旦曝光,你的集团也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我轻轻翘起一根手指,欣赏着新做的指甲。 那是一种烈焰般的红色,一直是我的标志。 自从嫁给苏家阳以来,我有所收敛,大多做的是温柔的粉色,全是因为她的喜好。 现在,我终于又回到了真实的自己,感觉真好。 不愿意牺牲小局,就无法获取大局吗? 我狡猾的一笑,很快你就明白了。 没过几天,集团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 那些新员工聚集在门口,制造了一种公司即将破产的恐慌氛围。 我的闺蜜和我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温暖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 她焦急地推着我,可儿,怎么办啊? 如果他们真的走了,公司很快就会倒闭的。 我轻柔地安慰她,如果她们不愿意继续工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老板,我自然应该尊重她们的选择。 我趁势而为,解雇了这些员工,并且把一些职位让给了以前的员工,这让她们大吃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是只是想吓下老板吗? 我怎么真的被开除了? 我有家庭,有孩子,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那些以前受欺负的员工为什么还愿意回来帮忙? 范总,我认错了,请不要解雇我。 我不该参与煽动舆论。 他们围着我的办公桌,喋喋不休,让我头痛不已。 想留下的,就要表现得更好。 不想留下的,我抬起头,扫视着他们,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苏总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范总,我愿意留下。 我之前真的是糊涂了,谢谢您给我另一个机会,我一定会忠诚地工作。 办公室中充满了热情和活力的声音。 一些对苏佳阳忠诚的员工坚信他不会抛弃他们,嘟囔着离开了。 我微笑着看着他们离去。 我猜苏佳阳的公司已经在进行裁员了。 呵呵,现在他可有的忙了。 员工离开后,我对疑惑的闺蜜解释,这只是苏佳阳的一招小计谋。 他的公司现在麻烦缠身,就想办法让我出面澄清,以改变舆论的方向。 那些员工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他的提拔,听命于他,因此参与煽动舆论,制造谣言。 他精心策划了这一切,却没预料到我会借此机会彻底改变范氏集团的格局。 我的闺蜜认真地点了点头,接着又疑惑地摇摇头,但是,那些资深员工为什么愿意回归呢? 苏佳阳肯定是有所依仗,才会如此肆意妄为的。 我轻笑着,这一计划确实让我费尽心思。 那些被边缘化的资深员工大都已经跳槽到其他公司, 无论是从待遇还是对原公司的情感来看,要让他们回来并不容易。 我提出给他们五倍的薪酬,五倍的薪水,你真的能承担得起吗? 但我觉得,比起薪水,他们更加在乎的可能是风险问题,毕竟之前的情况, 可能这就是他们愿意回来的理由吧,我旋转着手中的钢笔,在空气中画出优雅的轨迹。 我告诉他们,我不追求利润,只希望能弥补这些年的不足。 真挚的态度总是那么有效。 哈哈,你这个人一向真挚至极。 闺蜜给了我一个赞许的大拇指,同时也轻描淡写地讽刺了我对苏佳阳的情感。 再等等,你很快就能看到精彩的一幕了。 那天午后阳光明媚,苏佳阳终于忍不住来找我。 他看起来颓废不堪,眼带倦意,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 我涂着鲜艳的红唇,悠然地靠在椅子上,等待着他开口。 四周的墙壁被烧焦,显然这些天他忙得没时间处理,他的疲惫可见一斑。 我轻蔑地哼了一声。 难以想象,像他这样精明的人,居然会选择在破败的陈月别墅进行谈判。 这个地方真让人难以忍受,每多看一眼都觉得反感。 难道他还想利用这里换回我们彼此之间早就不存在的夫妻感情? 客厅的墙上有个裂缝,让我能偷看到里面的情形。 墙面被烧焦了,但仍隐约能辨认出原来的粉色涂料,那是西启文钟爱的色调。 地板上散落着破碎的玩偶和一些不明焦黄的物体。 这里依稀可见苏佳阳对西启文的关心和体贴,以及西启文最后的狼狈不堪。 苏佳阳终于开了口,但出乎我的意料,他说的不是求饶,你背叛我和陈秋,还伤害了西启文,我不跟你计较。 你补偿完我公司的损失后,我们一起去领养个孩子,重新开始生活。 他展示了一份领养协议,上面贴着一位小男孩的照片,来自孤儿院。 我冷笑着站起身,一巴掌打在他脸上,我还没追究你和西启文那些龌龊时,你却先来污蔑我。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他摇摇晃晃地跌倒在地,是你先背叛我的,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和西启文在一起。 这话让我感到可笑,背叛。 几年前,我和陈秋根本就没关系,他是否知道我的存在都是个问题? 我没有被他的话左右,急于为自己辩解,而是继续指责他的罪行。 那么,关于下西鸡玩耀的事情,你怎么解释? 我猜,你和西启文之间肯定有个私生子对吧? 你真是白日做梦,以为能轻而易举地夺取我的家产吗? 我轻轻拨弄着自己波浪般的秀发,轻声揭露了他深藏心底的秘密。 他的面色马上变得苍白,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儿子他怎么样了? 儿子,我侧头笑了笑,拿起领养协议,在他面前一点一点地撕成碎片。 记住,我没有孩子,你作为我的配偶,苏家阳,自然也没有。 你这个狠心的女人,她站起来想要扼住我的脖子,但她现在太虚弱了。 我握住她的手腕,猛地一扭,就把她摔倒在地上。 我建议你别轻举妄动,别去卡别人的脖子。 你很久没见到西启文了吧?她上次就因为对我这么做,被陈秋认定为精神异常,然后被捕了哦。 她怒目远征,我不满足地踢了她一脚,高傲地离开。 我坐在办公桌边,侧身面对陈秋,轻松地喝了一口茶。 嗯,事情就是这样。 哎,看她现在为西启文到处奔波的样子,真是令人同情,我都忍不住有点心疼她了。 陈秋紧抿着嘴,一脸委屈的样子,说,既然你同情她,那我就把西启文释放了怎样? 我看着她不甘的表情,笑着说,确实是该释放人了,最近她老缠着你,你也挺烦的吧? 你是在关心我?她低头在本子上涂鸦,随口问道,似乎只是在开一个小玩笑。 我摇了摇头,深情地说道,我满怀期待。 想象一下,苏佳阳得知她尽心尽力,最终却只是将她的挚爱从一个苦难中投入另一个苦难,她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她沉默不语。 我转过头,发现她的笔记本上被划上了一道深长的裂痕。 我含蓄地一开视线,继续分析说,那个男孩的年龄和我与苏佳阳结婚时相仿,这意味着她五年前就已经布下了这个局。 没想到,经历种种波折后,她竟真的是冲着我的财产而来。 每当想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骗五年,身心俱疲,我难免感到一丝忧伤。 陈秋站了起来,轻抚我的头,安抚道,这世界上总有人,是真心为你而来的。 咱们去看看你喜欢的东西吧。 我注视着陈秋的背影,感受到孤独与落寞,却也在她身上找到了无尽的救赎。 每当我情绪崩溃时,她总能不经意地抛出一些能够击败苏佳阳的证据,给我带来希望。 每当我取得小小的进步时,她总会淡淡一笑,为我接下来的计划提供策略。 每当我偶尔感到自卑,她总会认真的告诉我,你很优秀。 她没有甜言蜜语,但这胜过苏佳阳的千言万语。 她让我这个曾经过度依赖他人的人一点一滴地重拾自信,重新变回真正的自己。 在她的身旁,我从不感到焦虑,因为我深信她会一直在我身边。 也许是因为她的稳重。 也许,仅仅是因为她身上那我所钟爱的柑橘香味。 真可以说是温柔的结语花。 假如你的花真的成真,那么我无疑将成为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我默默地用只有我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自语。 一收到消息,苏佳阳便早早地守在门外,一瞥见西启文走出门,便立刻走上前紧紧拥抱她,关心地询问她是否受伤。 她脸上流露出的担忧,显然比对我时要深切得多。 我对她这种表现实在看不顺眼。 啊,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 我好心提醒她们。 是警笛声吗? 哈哈哈哈,我就知道,你们这种行为迟早会受到惩罚的。 她搂着西启文开怀大笑,一脸胜利者的得意样子。 我真的不明白,凭她这样的情商和智商,到底是怎样经营起一家大公司的。 此时,警车驶来,警官走下车问,哪位是西启文,请跟我们走一趟。 苏佳阳突然像从梦中惊醒,颤声问道,警官,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妻子没犯法,你们,你们应该抓她才对。 她慌张地指向一旁看热闹的我。 真是笑话,连妻子都叫出口了。 不,不可能的,有人举报西启文谋杀未遂,证据确凿,请跟我们走。 一个警官带走了西启文,另一个警官向苏佳阳展示了一段视频,正是别墅失火那日西启文试图勒住我的脖子的场面。 他无力地摊坐在地上。 我握住他的下巴,迫使他抬头看着我。 原本是为了保护他,我们才将他的行为定义为精神问题。 但你坚决认为他没有问题,我们只能将他定性为有预谋的杀人未遂。 感受如何,亲眼看着你所爱的人被送进监狱。 他刚从医院出来,就被送进了监狱。 这份国家公养可真是铁饭碗,恭喜恭喜啊。 我当然不是真心想要保护西启文,我只是在进行心灵上的报复。 苏佳的嘴角不自觉地抽动着,我明白,这是他愤怒到了极点的时候的反应。 范科,是你那时候引诱我,害得我和启文分开的。 他才是我母亲心目中的儿媳。 我那时真是瞎了眼才会娶你。 我轻轻挑起眉毛,再次给了他一个耳光。 看来,你真的是欠教训。 我追求我想要的东西时,从未用过卑鄙的手段,也未曾挑拨离间。 是你自私自利地选择了我,现在却把责任推到我头上。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坦白地说出来就好,我会立刻离开你。 你反反复复,真正瞎了眼的是我。 不过,你也不用太伤心,你们俩很快就能再次团聚了。 既然你这么喜欢诽谤,不妨到监狱里去继续。 我轻拍了拍他的脸颊,这算是我们的最后告别。 陈秋作为公司的副总,手握苏家阳偷税漏税和造假账的证据。 再加上他对我所做的种种、下药、故人制造事故、重婚,他被监禁几年是必然的结果。 这样一来,苏家阳的公司肯定是没法继续经营了。 我带着歉意和无奈看了陈秋一眼。 原先我承诺过不会让他空手而归,我的目标一直是夺取苏家阳的企业,归还给他。 因此,我总是谨慎行事,没有直接采取大规模行动,仅仅从他的婚姻生活中寻找破绽,巧妙地影响他的公司。 现在,陈秋悄无声息地做了一件大事,他的行动犹如一击重击,直接触及公司的核心,导致公司彻底崩溃。 他是个言简意该的人,或许,我应该就这样默默离开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感慨,这么多的证据,原来你早就开始策划了。 我还以为当我接管饭食集团时,苏家阳的公司正好遇到麻烦,无暇顾及对抗我,这是天意帮助我。 没想到,陈秋就是我的天意。 记得你曾说过恩情已尽,为什么还要帮我? 我问,是的,恩情已尽,因此我撤回了曾给予的恩惠。 他回答,他走在阳光下,步伐缓慢,说话的语气像是在谈论今晚吃的鱼一样随意。 真的可以这样吗? 我感到有些窒息,但那毕竟是你的心血,就这样放弃了。 我心中充满惋惜。 他察觉到我的想法,从路边摘下一朵山茶花,轻轻地别在我的耳后。 公司没了可以重建,只要你开心就好。 我的眼眶不禁湿润,确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 苏嘉阳和西启文入狱后,我对陈岳别墅进行了重新装修,并让那个小男孩和他的奶奶,不,现在是前奶奶了,搬了进去。 父母的罪行不应影响到孩子。 我原本打算将孩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但每当想到他是苏嘉阳和西启文的孩子,我就感到有些隔阂, 不再像初次见他时那般亲近。 既然前奶奶那么喜欢这个孩子,就让他来抚养吧。 至于他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抚养孩子,那已经不是我应该关心的事了。 我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愧疚,剩下的就让他们自己面对吧。 陈秋关闭了公司,用自己的名字重新开始创业。 原来的合作伙伴一直与陈秋保持工作联系,深知他的品格,比起苏嘉阳更加信任他,因此并没有受到苏嘉阳的影响,重新崛起对他来说并不困难。 我的集团在我和新老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逐步走上了正轨,一切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一年后的某个夜晚,我来到陈秋的办公室,打开门的那一刻,我几乎以为走错了地方。 室内没有开灯,墙壁上挂满了明黄的氛围串灯,温暖而又暧昧。 桌上摆着一捧玫瑰,娇艳,火红,热烈。 上面附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物以往之不见,之来者之可追。 陈秋从黑暗中而来,站在灯光下。 那一刻,我仿佛见证了他从被混混欺负,成长为受人尊敬的公司总裁。 空气中的柑橘香气在这一刻有了形状,绸待般地将我们两人缠绕在一起。 他笑着,眼底有着浅瘴的情感,你曾说,不会让我白给。 那么,以身相许如何?往事皆为序章。 且听风吟,未来,还很漫长。 当我与苏佳阳迁入我们的新家后,深夜中我常常听到一个女鬼的悲伤声音。 她的哭泣时而深情,时而充满悲伤。 然而,苏佳阳却似乎从未听到过这些声音。 我向她透露了这座房子可能是鬼屋的事实,并建议她尽快卖掉它。 意外的是,平时总是听从我意见的苏佳阳,竟然决定要把我送往精神病院。 我不屑地笑了笑,遗憾地想到,看来我只能把你和那个女鬼一起逐出这个家。 我与苏佳阳已婚七年,我们的爱情深厚无比,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没有孩子。 并不是我们不想拥有孩子,而是我身体的原因让我们难以如愿。 因为这个,我不止一次地受到婆婆的冷嘲热讽。 幸好苏佳阳总是这么体贴,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她总会站在我这边。 可儿也很期待有小孩,我们现在还年轻,未来总会有机会的。 随后,婆婆的责骂就会从我转移到她儿子身上。 你们都已经不小了,怎么还不考虑要孩子,整天只顾着工作,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苏佳阳成功地转移了婆婆的注意力后,便会悄悄地在衣服下做个胜利的手势给我看。 看到这一幕,我的心情又是酸楚,又是感激,对苏佳阳的爱意更加深厚。 我知道苏佳阳也非常希望有个孩子,但她为了不让我感到难过和压力,从未向我表露过这一点,更不用说抱怨了。 唯有在她趴在我身上,轻抚我的平坦小腹,开玩笑说你就是我的宝贝时,我才能感觉到她的一丝失望。 我向我最好的朋友讲述了这件事,她既羡慕又安慰地对我说,真没想到你当初不顾众人反对选择了她,话说回来,可儿,你的眼光真是太好了。 对我而言,今天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 我紧紧握着怀孕检查的报告单,手抖得几乎抓不住纸张,我的心跳得如此剧烈,仿佛随时会从喉咙中跳出来。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和苏佳阳分享这个惊天动地的好消息。 当我满怀激动地冲到家门口时,屋内传来的对话声让我如遭冷水浇头。 婆婆说,可儿可儿,你总是这样称呼她,那个范可儿真是给你下了什么鼓咒了。 说到可人,她怎么能和西启文相比? 西启文是我丈夫的初恋对象,婆婆一直非常喜欢她。 在我出现后,苏佳阳放弃了西启文,选择了我。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她是贪图我家的财产,但后来我的家族陷入困境。 苏佳阳为了让我继续过富裕的生活,从零开始,历尽艰辛,开创了一番事业。 尽管我多年无法怀孕,她也从未想过抛弃我。 她的这些行为让那些曾经质疑她的人无话可说,也让我感到非常自豪。 因此,尽管婆婆因为孩子的问题常与我有争执,我也都忍了下来。 但这一次,苏佳阳沉默不语。 她竟然没有开口说话。 我的心跳突然错过了一排。 难道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未了结吗? 我正忧心忡忡,苏佳阳说,妈,我们的事你不要插手,将来你自然会明白。 她的语气中透露出一丝无奈。 我总感觉,我的丈夫永远站在我这边。 内心里,我感到非常幸福。 有了这个宝宝,我们的未来肯定会很快乐,婆婆也就不会一直念叨西启文了。 我推开门,带着一丝神秘地问,妈妈,阿阳,猜猜今晚我想吃些什么,是酸的还是辣的。 婆婆美好气地扭过头去,一副你真是麻烦的样子。 苏佳阳听到这话,宠溺地微笑着,轻轻地帮我脱下外套。 她问我,你到底想吃些什么? 告诉我,我来做给你。 我调皮地回答,酸男辣女,你自己猜猜看。 难道你是说,她转过头,眼里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没错,你快要成为爸爸了。 我太兴奋了,没注意到她脸上那种比惊喜更多的惊恐。 几分钟后,苏佳阳接到一个电话,对我说她公司突然有事,非常抱歉。 晚饭最终没能做成,反倒是婆婆给我煮了一碗鲜美的鱼汤。 自从苏佳阳的公司发展起来以后,我就按照她的建议,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安心地在家过着悠闲的生活。 我经常逛街购物,穿梭于各种服饰店之间,非常享受这种生活。 但是现在,我轻抚着自己的小腹,满心欢喜地想,很快就要成为妈妈了,应该开始学习做点家务事。 我花了整个上午的时间,费劲地做了一个充满爱心的便当。 手上被邮件到的地方还有点疼,我小心翼翼地贴上了隐形窗壳贴,以免让苏佳阳担心,然后拿着便当,匆匆前往丈夫的公司。 到了那里,得知苏佳阳外出处理合作事宜,我便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待。 当我想到经历了一天辛劳的丈夫能够品尝到我亲自制作的温暖饭菜时,我的心中充满了温暖的感觉。 苏佳阳的办公室布置得干净利落,里面那些少量的女性化饰品正是我所喜爱的。 我舒缓地坐下,身体沉浸在柔软的办公椅里。 突然,我注意到了一些异常,我闻到了淡淡的桂花香水的味道。 苏佳阳平时使用的香水是我挑选的,通常都是清新的柑橘香气。 而西启文,那个青春年少的少年,最喜欢桂花的香味。 常言道,女人的直觉十分敏锐,我忍不住开始发抖。 我让财务部门将报表送来,仔细地查阅着。 尽管我现在不再亲自管理事务,但我有着业界出身的背景,审视报表的能力依然在。 我很快就在报表中发现了问题,每个月都有一笔资金流向同一个地点。 那就是沉阅别墅。 难道苏佳阳真的在背后偷偷养着情人? 一股寒意从我的脚底升起,直冲头皮。 这时,门响了一声,苏佳阳回来了。 他看到我手中的报表,一瞬间僵硬了,随后露出一个无奈又溺爱的笑容,宝宝怎么发现了? 我本来打算作为礼物惊喜给你的。 装修花了不少钱,走吧,我现在带你去看看。 原来,他是买了一套别墅准备送给我,我心中的疑虑顿时减轻了许多。 哦,这是爱心便当。 可儿你对我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人,应该让咱妈妈也来见见。 看着他一口接一口地吃着我做的饭,做出满足的表情来逗我开心,我感到既感动又好笑。 就快成为父亲了,还这样不成熟。 我轻生责怪他,但内心实则非常开心。 饭后,苏佳阳领我参观了他的别墅。 这座别墅分为两层,包括四个卧室和两个客厅,还拥有一个宽敞的花园。 我仔细查看了每个角落,发现没有任何居住的迹象,而且内部装潢完全符合我的口味。 我肯定他之前并没有联系任何人来这里做准备。 我的心终于完全放松了。 原先对香味的困惑也随着看到路边的桂花树而烟消云散。 意识到自己在未经确认的情况下就怀疑他,我感到非常内疚。 看到这个经过几个月通风的新嫁,为了表达我对这份礼物的喜爱,我立刻决定今天就搬进去。 然而,我没注意到苏佳阳眼中闪过的一丝犹豫。 自从和丈夫搬入新居后,我经常做噩梦,醒来时总是浑身是汗。 或许那并不只是噩梦。 因为很多时候,醒来后我仍能听到那个声音。 那是一个女子悲伤而又哀怨的声音。 带着深深的仇恨,仿佛她随时会出现在我面前,向我索命。 我曾多次向苏佳阳提及此事,她总是说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只是轻拂我的头发。 可能是怀孕让你压力过大,产生了幻听,我们明天去医院看看。 第二天早晨,苏佳阳贴心地给我煮了一碗香菇虾仁粥。 尝到这美味的早餐,我的心情顿时好转。 在前往医院的路上,不知是否因为怀孕,我发现自己的脾气变得特别暴躁。 通常宁静的小巷今天出奇地拥堵,四周充斥着喧嚣的汽车声,我的心情变得烦躁不安。 在忍耐不住的情况下,我不由自主地轻推了苏佳阳一下。 没想到这么轻微的一推,竟然让苏佳阳失去了平衡。 她的身子向旁边倾斜,双手失去控制,结果摩托车直接向着马路旁的路灯冲去。 我最后的感觉是,猛烈的痛楚和身体上流淌的热血。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我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苏佳阳看起来疲惫不堪,坐在我床边。 孩子怎么了?孩子情况如何? 看到她那副模样,我急切地追问。 她把双手交错放在前额,沉默了好一会儿,这才开口,可儿,我们还年轻, 失去的孩子将来还可以再有,你先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我放在她手臂上的手无力地滑落。 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那么任性。 我捂着脸,眼泪湿润了白色的被单。 我明白,对于我这样本就难以怀孕的人, 这次的流产让再次怀孕变得更加困难。 幸运的是,苏佳阳对我依然如故,没有丝毫改变, 这在我心中的黑暗时刻带来了一线光明。 困扰着我的幻听症状变得更加严重。 那女鬼的声音更加多变。 这次,除了哀怨还夹杂着兴奋和快乐, 我又一次被这声音吓醒。 我紧紧裹着被子呼唤苏佳阳, 却发现她不在房间里。 我鼓起勇气大声呼唤了几次, 她才匆忙穿着拖鞋赶回来, 手里拿着一杯热水,可儿别害怕。 我看到你出了一身冷汗, 担心你是不是做了噩梦, 所以去给你倒水了。 当我接过温暖的开水时, 虽然面带微笑感谢了她的细心, 我的心却不由自主地沉入了冰冷的深渊。 我察觉到, 她平时睡觉的地方竟然是那么冰冷。 显然, 她刚才出去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倒一杯热水而已。 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道, 这座房子是个鬼屋, 家阳, 我们是不是该卖掉它, 回原来的家住比较好。 她将我紧紧拥入怀中, 温柔地问, 又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了吗? 我害怕地轻轻点了点头, 感觉到她的体温异常升高。 她低声地嘟囔道, 不要害怕, 明天一切都会变好的, 明天, 一切都将结束。 我凝视着她的眼睛, 却发现她的目光空洞, 似乎并没有真正看着我。 她那句话, 似乎更像是在对自己说, 或是对某个不在场的人做出的承诺, 而不是对我说的。 第二天一大早, 苏家阳一离家, 我立即邀请我的好友来陪伴我。 我的好友带着她五岁的孩子一起来, 小孩在宽敞的别墅里, 快乐地跑来跑去, 为这个寂静的地方带来了许多生气, 让我终于感到了些许安慰, 觉得这个别墅似乎有了一点生活气息。 她问道, 你是在说, 你的丈夫可能有了外遇。 我端正坐姿, 严肃地点了点头。 她接着问, 和一个, 嗯, 女鬼。 我既惊恐又觉得有些好笑, 在这种氛围下, 不禁放松了紧绷的神经。 我诚恳地说, 说实话, 苏佳阳对我很好。 就算在我怀孕期间, 尽管她的公司很忙, 她还是每天抽出时间陪我散步, 帮助我调整情绪。 我真的不相信她会做出那种事情。 我又补充道, 而且, 四处环顾, 我肯定这个房间里除了我们两个之外, 没有其他人。 我的好友叹了口气, 安慰我, 你可能只是过于焦虑了, 怎么样, 我以后多来这里陪你吧。 或许, 她稍作停顿, 用那双闪烁的眼睛凝视着我, 你可以重新接手你父亲的生意, 投身于工作, 这样就不会有时间胡思乱想了。 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苏家阳的依赖过度了吗? 这个问题让我哑口无言。 被宠溺着, 不需要劳作, 难道心理压力还会增加吗? 看到我略显抵触的表情, 她轻声缓和了语气, 说道, 哎, 我真是羡慕你, 不得不说。 我这个上班族每天忙得要命, 一回家头一碰到枕头, 就睡得像死猪一样。 我轻轻敲了敲她的头, 装作难过地说, 其实我应该羡慕你, 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她顺着我的目光望去, 只见小家伙正趴在地上, 嘴里咕嘟着数着地面上的方块。 我笑着逗她, 宝贝, 告诉干妈你数了多少个方块。 她信心满满地摇晃着头, 自豪地说, 两百一十三个。 听到这话, 闺蜜立刻毫不手软地 给了她儿子一个暴力, 笑着说, 你看看, 都丢人了, 连数数都数错了。 这么大的房子才两百八, 你这是把房子给缩水了吗? 让你干妈笑话我们。 她一边说着, 一边拉着孩子的衣领 让她重新数方块。 没过多久, 闺蜜脸色凝重地 从楼梯上走下来, 像是见到了什么 不可思议的事物, 说, 居然真的是两百十三个方块, 算上家具和床占具的空间, 勉强也就二百七。 每个方块代表一平米, 这意味着, 我目光凝视着闺蜜, 眼瞳微微收缩。 这座别墅里, 竟然隐藏着至少十平米的神秘空间。 恰在此刻, 豪华别墅的大门铃声突然响起。 直至我身着精神病患者的制服, 我仍旧茫然不知所措,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是苏家阳诬陷我患有精神疾病, 并照人将我捕获? 我此刻的确感到心神不明。 在乡邻的房间内, 苏家阳正向医生说明状况。 的确, 已经有段时间了, 听到幻觉、 流产的事情, 产生的影响、 躁郁症, 暂时住院观察一下。 他们的对话零星地飘来, 我基本理解了他们的意图, 将我现在的行为归咎于怀孕和流产引起的精神异常。 这种说法听上去极其牵强, 但问题在于, 那名精神科医生正是苏家阳的密友。 一旦进入精神病院, 出来就变得困难重重, 尽管我还不清楚苏家阳究竟隐瞒了我什么, 我却深知, 那份医生的诊断报告绝不能被接受。 沉重的脚步声逐渐远去, 房门开启, 晨秋, 苏家阳的挚友兼精神科医生走进了房间。 他简略地介绍了状况后, 停下了话语, 静静地等候着。 我明白, 他在等待我的反应, 期待我尖叫, 失控, 挣扎, 否认我的存在, 以此作为判断我的精神异常的一句。 因此, 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他那锐利的目光紧盯着我, 细长的手指敲打着病例夹, 发出清晰的响声, 就像一只随时准备猎捕的豹子。 这和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形截然不同。 我与晨秋的相识, 并不是通过苏家阳的介绍, 而是因为我曾经救过他的缘故。 在那个时候, 我家的生意遭遇了困境, 偶然间目睹了一位男士遭受群殴。 他的衣物被撕扯成破布, 遍体鳞伤, 脸上和身上布满了淤青, 显得奄奄一息。 当那些施暴者离开后, 我出于对同样境遇的人的同情, 将他送往了医院, 就回了他一命。 作为一个已婚女性, 我不宜与外界男性有过于亲密的接触。 我见过他之后, 因为羞涩, 不想再见面, 于是让苏家阳亲自照看他。 在了解情况后, 我得知他因为创业失败, 欠下了债务, 无力偿还。 我本着救死扶伤的精神, 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了一百万元帮助他。 我并非无私至善之人, 但当时我还没从奢侈生活中恢复过来, 对一百万的价值还没有真正的认识。 实际上, 不到两个月我就开始后悔这个决定。 幸运的是, 这个男人心存感激, 还精通心理学。 他在早期帮助苏家阳处理人际关系, 吸引了许多资源。 苏家阳的公司得以发展壮大, 陈秋功不可没, 他几乎是公司的智囊。 就他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现在他成为了医生, 竟然开始对我进行心理分析。 我心想, 他并不知道是我救了他, 于是心中的怒气渐渐平息。 真是荒唐。 我强忍着想要给他一拳的冲动,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在判断我有病之前, 我们先把欠款结清如何。 他皱起了眉头, 你说什么东西? 一百万, 我借给你的, 忘记了吗? 我伸出一根手指, 在他面前摇晃着。 我当时其实并没有借钱给他, 我的性格比较直接, 习惯于直接给予金钱, 而不是借出。 我坚信他并没有归还那笔款项。 真是可笑, 他为苏家阳提供的投资额 竟高达一千多万元。 他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 轻抚着自己光滑的下巴, 微微点头。 正当我以为他接受了我的说法时, 他却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下, 伴随着严重的妄想症状。 我, 在他准备离开之前, 我抓住机会对他进行思想灌输, 是我救了你, 也是我帮你还了债, 你要报答也应该找对人。 我觉得自己现在就像是古代小说中那些默默行善, 不留名的女主角, 而苏家阳则是那个趁机而入的恶毒女配角。 早知道会这样, 我当初何必那么固执呢? 救人却不露面, 无端端地把自己的好名声送了出去。 他没有明说是否相信我, 沉默两久后, 他叹了口气问道, 你想要什么? 我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我希望你把我的病情描述得轻一些, 并在一周后判定我精神状态正常, 让我出院。 虽然借助他人的恩惠来达成目的并不是好事, 但我实在是别无选择了。 陈秋也没有直接回答是否同意, 看来他还有些犹豫。 当他转身离开时, 我注意到他的耳朵泛着红光, 我疑惑地想, 房间里是不是太冷了。 一周后, 陈秋真的按照约定让我离开了。 临走前, 他还做了一次形式上的全身检查, 本以为这只是走个过场, 但当他看到化验报告时, 脸色突然大变。 看到这一幕, 我的心也紧张起来, 担心他会改变主意。 苏, 你先生是不是有些问题? 他细声细气地询问。 什么?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这问题也太离奇了。 要是他有问题, 我怎么会有孕呢? 大哥, 别说这些没有的事。 我有些不悦地回答。 他轻轻点头, 目光深邃地扫过我, 那我劝你们还是要注意点。 吸击完这药物虽然有帮助, 可长期用会带来副作用, 例如, 可能导致不孕。 不孕? 这个词犹如震撼, 让我错不及防。 平静的海面退去, 露出了下面的激流。 所有的疑惑像蚕丝一样纠缠着我, 让我感到窒息。 我开始隐约意识到, 这些年的幸福生活, 可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一个庞大的球龙。 我紧握双拳, 直到感到疼痛, 才勉强压制住愤怒的情绪。 在回家的路上, 晨越小区的门口, 一个小男孩不小心撞到了我, 大概五六岁。 他的眼神中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小心翼翼地向我鞠躬道歉, 非常抱歉阿姨, 我今天特别高兴, 爸爸妈妈很少有时间一起陪我, 所以没注意到你。 我微笑着摇摇头, 心里想, 如果没有这些陷阱, 我的孩子也许也该这么大了。 当我到家时, 苏家阳看到我, 脸色变得很难看, 空气中充满了浓烈的桂花香 和淡淡的石楠花香, 后者几乎被前者完全掩盖。 我冷漠地注视着他, 眼看他摘下惊讶的表情, 换上了一幅充满深情的假面, 亲爱的, 你感觉好些了吗? 我真的非常担心, 能听到你恢复健康, 我太高兴了。 我确信, 他心里最想问的是你怎么能出来。 我同样确信, 他原本希望陈秋将我永远 关在那个寒冷的房间里, 但我并不急于揭露他的真面目, 这次的经历让我决定, 再也不要沉迷于爱情中, 我要让他们也体会一下, 被人玩弄的感觉。 我会像猫戏耍老鼠那样, 缓缓地, 慢慢地, 让那些欺骗过我的人, 一个个都付出代价。 小可, 你现在心情不好, 应该多出门走走。 苏佳阳提出晚餐后一起散步的邀请, 被我拒绝后, 他显得有些不安。 我陪你一起怎么样? 哈, 一点也不动心, 完全不动心。 别认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 那些所谓的每日饭后散步, 不过是创造机会, 便与人们进出别墅而已。 我还记得昨天回来时闻到的那股气味, 苏佳阳的情妇肯定还没走, 可能现在还躲在某个隐蔽的小房间里。 我一边打开电脑, 一边淡然回答, 集团的事物繁多, 我刚开始接手, 还不太熟悉, 不想浪费时间在这种琐碎事上。 他终于忍不住了, 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集团, 你又开始管集团的事情了。 在家族企业逐渐衰落之后, 父亲决定关闭了分布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只保留了本地的总部 及几家规模较小的公司, 并将他们的经营工作交给我负责。 然而, 那时候苏佳阳的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 我因为相信他的能力, 加上他用看不下去 我这样辛苦的甜言蜜语 攻陷了我的心智, 于是我轻易地把经营权交给了他。 如今我手扶着额头, 注视着那些文件上满是新人的名字, 老员工几乎不见踪影, 我在心中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显然,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苏佳阳早已对公司进行了彻底的人事更换, 悄悄将他的人手安插进了公司内部。 现在, 即使我想要培养自己的人选, 也觉得束手无策。 因此, 刚才我所说的那些话, 并不只是借口, 公司的情况确实非常复杂。 想到这里, 我突然下了狠心, 怎么, 我连自己家的企业都不能管了吗? 苏佳阳正要回答, 这时他的电话响了。 电话接完后, 他没顾得上回答我的问题, 匆匆拿起包就离开了。 虽然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但我注意到电话来电显示的是陈秋的名字, 想必是他公司的投资者那边出了问题。 我感到疲惫不堪, 心想还是先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吧。 接下来的几天, 不管苏佳阳如何劝说, 我都固执地没有离开别墅一步, 甚至连夜间睡觉都保持着警惕。 每当感觉到旁边有响动, 我就假装被吵醒, 迷迷糊糊地对他表示不满。 有时, 当我感到好玩时, 我会故意让他先离开房间, 然后等他刚走。 我就忽然起身去洗手间, 让他匆匆忙忙, 手忙脚乱地回来, 两分钟就能让他狼狈不堪。 接着, 当他白天忙于工作时, 我就趁机好好睡上一觉。 经过连续几天这样的安排, 苏佳阳的眼下出现了深深的黑眼圈。 我装出关心的样子, 半开玩笑地问, 你是不是睡不着啊? 要不要我请陈秋给你看看? 他只是无力地摆摆手, 问我, 你为什么白天要切断电源? 他这话似乎用尽了所有的精力, 说完后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哎, 今天他提前回家了, 我没能及时恢复电源, 结果被他发现了。 我笑着回答他, 那是因为要响应节约电力的国家政策呀。 虽然我们现在条件不错, 但节约是美德呀。 实际上, 我白天睡觉根本用不到电, 而他的情人藏身的那个地方又没有窗户, 所以我就随意地玩了一下。 昨天我已经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异味了, 那个女人在那里肯定也不好受。 我就想看看他们俩还能坚持多久。 他没有再和我争论, 只是默默地脱下西装, 带着买来的菜进了厨房。 不久, 他就做好了一道香气四溢的鲍鱼蛋黄一米汤, 端到了餐桌上。 他已经累成那样了, 还亲自下厨为我做汤。 但是他这么做, 不代表我就会对他心软。 我拿起汤勺, 就在这时, 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不对劲, 这汤里有问题。 我趁他偶尔打盹的时候, 小心翼翼地把汤一点点倒进塑料袋里, 自己一口都没喝。 第二天, 我发现他的黑眼圈更加严重了。 他离开时, 身上弥漫着浓郁的香水气息, 巧妙地遮盖了周围的意味, 以免我察觉到不对劲。 我轻轻一笑, 心想我的复仇才刚刚拉开序幕。 深夜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甜美的梦境。 我去开门, 门外站着的是婆婆。 难道苏家阳无法直面冲突, 转而寻求外援? 遗憾的是, 今天即使是神仙来了, 也于事无补。 他直接了当地说道, 放渴, 你整日在家不出门, 这样子合适吗? 小杨公司现在资金紧张, 他忙得焦头烂额, 你作为他的妻子, 只会享乐, 完全不懂得分担。 他昂首挺胸, 一副要讨个说法的姿态。 我温柔地笑了笑, 接着他的话茬说, 妈, 你误会了, 我正准备做点东西, 给家阳带过去呢。 他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 但语气依旧严厉, 那就快点做, 做好了就给他送过去, 他这个时候应该饿了。 我听话地回应了他, 在厨房准备食物的过程中, 意料之中地发生了意外。 火焰突然窜生, 浓烟滚滚地充满了整个别墅。 我忍受着刺鼻的烟味, 带着婆婆逃了出来。 在浓烟弥漫的空气中, 一个五鼻子泪流满面的身影 急忙逃出。 他的头发和眉毛被烧焦, 身上沾满了奇怪的棕黄色固体。 如果婆婆没有挣脱我的手, 亮呛地跑去扶她, 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她的名字, 我根本不会将她和西启文, 那个像山茶花一样 轻力的女孩联系起来。 阿姨, 她想害我, 她真的想害我。 你得帮我, 你一定要帮我啊。 一个女人指着我, 她的神情激进狂热。 显然, 近几天的折磨 对她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紧接着, 她双手抬起, 如同僵尸般向我冲来, 紧紧掐住了我的脖子。 我在心里有了决断, 没有进行反抗, 只是竭力避开她身上的污垢。 周围的人群越来越多, 他们的窃窃私语变成了利刃, 不断刺激着西启文的神经。 她手上的力道愈发加大, 我开始感到呼吸变得困难。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条腿斜方横插而来, 瞬间将西启文踹飞。 我倒在一个温暖的怀抱中, 这是柑橘味道, 莫非是苏家阳? 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艰难地试图站起身来, 头顶传来慵懒的低音, 叠动。 哦, 是陈秋。 她身上怎么会有我喜欢的味道? 与陈秋一同来的还有苏家阳。 我的这位便宜老公竟然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静止冲向了西启文倒下的地方。 她和婆婆围在西启文身边, 表现得观心备质, 比我更像一家人。 西启文披头散发, 此刻真的酷似女鬼。 看到西启文被摧残成这样, 苏家阳转过身, 欣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你这个毒妇, 究竟都做了什么? 居然害人性命。 她冷笑着, 我说你怎么能从精神病院里出来, 原来是勾结上了陈秋啊。 真是毫无廉耻之心, 简直是个疯子。 西启文攀住苏家阳的手, 柔弱地说道, 若不考虑她的外貌, 请不要责备犯可, 这都是我的错。 她之所以这么做, 肯定是有苦衷的。 就好像刚才要夺我命的不是你一样。 你竟然还嘲讽我出轨。 我翻了个白眼, 占人家家的确让人讨厌, 不过你至少有点自知之明, 不像某人, 分不清自己的位置。 说吧, 我转向苏家阳, 你是个什么样的干净玩意儿, 被你那张嘴一喷我都嫌晦气。 这几天在我家, 过得还愉快吗? 我悠闲地绕着裙子的飘带, 随口问道, 你, 你早就知道。 是啊, 被我搞得团团转的感觉, 怎么样啊?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 眼中透露出杀意。 别过火, 陈秋及时拉住我, 我这才忍住没给他们一人一刀。 这次撕破脸后, 我可不会手软了。 你找我来, 就是为了看这场好戏。 在陈秋的办公室里, 我和他对坐着。 陈秋双手交叉握在一起, 身体前倾, 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玩味。 我吐了吐舌头, 果然, 什么都瞒不过他。